回到東三財經晚 幫我們來看 生計概念股近期表現不俗 尤其不少大廠迎接出貨高峰 哪些個股值得留意關注 來聽專家分析 機器快速運轉 一個顆藥丸噴吐而出 台灣生計族群逐步迎來出貨高峰 而這也跟著帶動相關概念股的表現 包括寶瑞 包括美食 包括北極新 其中我們就挑老字號的一個美食 來做一個深度的探討 美食五月份的月營收是月減25.2% 但是跟去年同期比 它則是年成長17.4% 至於說今年第一季的EPS 它也賺了將近4塊 這個3.96元的一個入貸 那以今天來說的話 美食它是小漲了0.5元 收在289 整體來說的話 大概一個月的一個底部 已經蓄勢待發 已經足底完成了 那因為它第一季的一個季報 毛利率11.84 銀益率5.56 EPS 2.33 除了跟去年第四季 這個形成三率三升之外 跟去年同期也是一樣很好的數字 三率三升 至於在美國市場斜藥部分 今年出貨高峰會落於第二季到第三季 營收貢獻將達到60億以上 而今年公司展望營收增加會從10%起跳 表現不俗 那至於說正確的一個法人預估 這個今年2024年的EPS 大概預估這接近兩個股本 十九元所有 那此外就是短線上的一個利多 這個美食它出手詬病 它詬病什麼 它斥支15億去併下這個TEVA 泰國子公司跟它的一個業務部門 而這一項的一個動作 對於明年的一個貢獻營收 大概可以超過一倍以上的一個效益 也就是說這方面的一個業務 會跳升到接近10億的一個營收 出貨高峰忘記到來 加上出手併購 都讓相關概念股的營運表現 可能跟著更上層樓 東森財經新聞 綜合報導 加上出手併購 加上出手併 死侯 加上出手併 爆炸完